昭华市有一栋透天民宅 清晨六点多传出火警 屋内有三位的民众 第一时间就逃到了屋顶上面等待救援 幸好人只有轻微的呛伤 报警民众则表示 火警前听到了一声爆炸声响 接着房子就冒出火烟 研判是停在一楼的电动车 电池充电爆炸 映然火势 透天民宅传出火警 浓烟不断从二楼窗台窜出 消防队员到场聚开铁门 拿出水线灌咎 或是烟烟两栋民宅 还有民众受困 消防队员入内搜索 里头一片漆黑 好在这时候外头就会发现 受困民众 屋顶有三民带救 请问是否收到 屋内民众逃到屋顶上求救 三个人吓得紧紧抱在一块 消防队员开出云梯车 将三位民众救出 三个人躺在单架上 幸好意识清楚 听到那个爆炸的声响 为他门口看进去 这看着有灰车 看着就是看着电动车的 应该是在充电的 火警外返在十三号清晨六点多 彰化市中山路一栋透天明宅 秋点位于一楼 而起火原因 以四电动车充电 电池爆炸 映燃火势 现场是只有一楼有受烧 二楼三楼四楼都没有受烧状况 过去就有原因 我们现在多长期的调查 幸好火势只在一楼 没有向上延收 三位民众送应后 只有轻微呛伤没有大碍 至于电动车怎么会突然爆炸 原因仍在调查 接待着冒状话 猜不老 我们现在这比较炸通载完咨语了 我已经是加以后 就试捏 因为